难怪如来观音从不同时出门 你看西天灵珊在防备哪些高手入侵 西天灵珊的如来和观音 他们一个是佛祖 一个是菩萨 在灵珊有各自的职位 然而纵观全篇西游记 如来和观音却从不同时出门 这又暗含了什么耐人寻味的故事 在西游记里率先登场的是观音菩萨 他来到天庭参加盘陶圣会 却发现现场一片狼藉 通过御帝的说辞 观音才得知孙悟空搅扰了盘陶圣会 又偷吃了老君的金丹 这个时候身为读者的我们会发现 如来佛祖的确没有与观音同时出门 随着二郎神出战降服了孙悟空 观音也离开了天庭返回了灵山 可当孙悟空逃出八卦炉之后 如来则带着阿摩家也赶到了通明殿 如来最终凭借五行山和六字真言符咒 彻底压住了孙悟空 继而在玉帝的安天大会上声明确起 眼尖的读者会看到 如来在安天大会上无限风光之际 观音菩萨却不知所踪 五百年后 如来开启了西天取经计划 在寻找取经人的时候 如来留守灵山 观音则踏遍了四大步骤 寻找合适的取经人选 如此看来 如来和观音的确有不同时出门的现象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孙悟空 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继而和金翅大鹏雕大打出手之时 那时唐僧的取经队伍路过 施陀岭遭遇了青狮精 白象精和金翅大鹏雕三大妖王 孙悟空使出浑身解数 仍不是三妖王的对手 他指的一个金斗云飞到了西天灵山 请如来佛祖出手相助 听闻了孙悟空的遭遇后 如来淡淡地说了一句 那怪虚是我去 方可收的 既然是虚如来去 方可收的 就证明了如来早已胜券在我 可奇怪的是 当如来出征之时 他却率领诸佛与众菩萨 击尽清朝而出 书中是这么写的 只见那过去 未来 现在的三尊佛像 与五百阿罗汉三千皆地神 不散左右 把那三个妖王围住 水泻不通 你看 如来佛 燃灯佛以及弥勒佛 乃至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都清临战场 然而 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依旧不见观音菩萨的身影 观音菩萨去了哪里 他极有可能 又是在如来外出期间 镇守灵山 看到这里 不禁想问 如来和观音 为何从不同时外出 莫非西天灵山 在访为什么不成 笔者认为 这个观点还是说得通的 好比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 玉帝曾给如来下了一道圣旨 得了旨意的如来 在即将离开灵山时 突然转身 对诸位菩萨说了一句话 如来道 如等在此稳坐法堂 修得乱了扇位 待我炼魔就驾起来 一个稳坐法堂 和一个修得乱了扇位 说得很明显了 即如来外出期间 灵山众菩萨 须得严阵以待 保持高度戒备 既然如此 西天灵山防范的 又是哪些人呢 原来在数万年前 如来在大雪山上修炼 却被刚出生的孔雀 吞入腹中 如来后来逃出生天 还想一掌击毙孔雀 却被赶来的 然登古佛劝阻 如来最后 听从了然登古佛的建议 不仅留了孔雀一条性命 还将孔雀送上灵山 拜为佛母 继而称他为 孔雀大明王菩萨 然登古佛 为何要阻止 如来击杀孔雀 原来孔雀的身世 非同小可 他竟是上古神兽凤凰的子嗣 如果击杀了孔雀 无异于让西天灵山 与妖界宣战 倒不如将孔雀 带上灵山分为佛母 一来感化妖王孔雀 二来又能挟持孔雀 威慑妖界 真乃一箭双雕 不过 西天灵山依旧不敢懈怠 毕竟凤凰法术高强 还有一子嗣换作大鹏 在尸陀岭作恶 倘若凤凰带着大鹏杀往灵山 并和灵山的孔雀里应外合 强强联手的话 三妖王同时作乱 当真是非同小可 西天灵山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势必会被攻一个措手不及 出于这一个潜在的危险 如来这才和观音分工协作 一个若外出半攻 一个必要镇守灵山 看到这里还会有一个疑问 灵山有四大菩萨 为何如来偏偏选中了观音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吴承恩的设定之下 观音不仅是四大菩萨之首 还是欺佛之师 此外 观音在天庭还有一个五方五老的身份 正因为观音的法术以及地位 都是非比寻常 如来这才如此看重观音 同上 如来观音从不同时出门 是为了防备凤凰 孔雀 大鹏三大妖王 不得不佩服吴承恩的妙笔生花 他编撰的西游记 出读起来荒诞不惊 实则在细节处理上 丝丝入扣 还蕴含了诸多深意 让人看了不由的拍案叫绝